我不是来给你算命的 我是来叫你报杀父之仇的 你说 说 那个流血梅现在在哪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她就是你要娶的新娘 听在想 正是 秋实 老爷 秋实 好点了吗 董老板 来 慢点 陈导长 你是如何知道 天才下杀死我父亲经过的 实不相瞒 当年我就是黑龙潭的二掌柜 你父亲害死了刘和尚 刘和尚在临终前 让田才侠做黑龙潭的大掌柜 可是按照黑龙潭的规矩 必须得杀了刘和尚的仇人 田才侠才能坐上黑龙潭的大掌柜 所以 你说的可都是实情 董老板 我可以等着田才侠来 和他当面对质 刘和尚在临终前 董老板 田才侠何时下善与你外婚呢 慢点 秋实 冰管家 带道长回房休息 陈道长 请 秋实 秋实 你刚醒 还是休息会儿吧 秋实 你要干啥 杀父之仇 非报不可 弟兄们 我田才侠 在黑龙潭 这二十多年 与弟兄们朝夕相处 这一旦要走了 说句心里话 还真舍不得 其实兄弟们都很舍不得你 既然掌柜的决定要嫁人 兄弟们都不能阻拦 掌柜的 兄弟们不但不会阻拦你 而且从心里头为你高兴啊 是不是兄弟们 恭负掌柜的 谢谢弟兄们 这碗酒 我干了 干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第一 从明天起 光辉就是黑龙潭的掌柜的 等我走以后 狗娃会召集黑龙潭的所有的弟兄们 正式拜光辉为 不不不 掌柜的 你在我们心中永远是当家的 你永远是黑龙潭 黑龙潭的掌柜的 况且西安城离这儿又不远 我们大家随时听候你的召唤 那可不行 群龙不可一日无首啊 光辉 你就放心吧啊 做你的大掌柜的 我给你做餐嘛 万一有啥拿不准的地方 你可以来找我呀 今天我要和弟兄们 把这件事说清楚 大家要齐心协力地辅佐光辉 大家说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这我就放心了 第二 不管我走到哪 这里啊 永远是我田彩侠的家 我过个十天半个月的 可能就会回趟娘家 还有啊 你们要是有啥大的行动 可一定要叫上我 我这人几天不打枪 这手啊 恐怕是要养的 弟兄们 我们就是提前喝掌柜的洗酒了 来 来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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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妈 孩儿这次 要给你们报仇了 东老板 我看你是不是 多叫几个警察 还有保镖 那天才侠的枪法 那 不 我谁也不叫 我要亲手杀了天才侠 对 以血还线 以牙还牙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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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拿过来 掌柜的 您看这件衣服型的衣服 行吗 等会再说吧 行 掌柜的说真的 我真舍不得让你走 可是 桂花弟妹 你的两个儿子多大了 一个八岁 一个六岁 我跟光辉说过了 叫她拿出点银子来 在咱们黑龙潭 办个任字的私塾 等娃长大了 好歹也会写自己的名字 太好了 姐妹们 听见了没有 掌柜的书要给咱们办私塾了 那太好了 谢谢掌柜的 谢谢掌柜的 走吧 二掌柜 二掌柜 有人要找大掌柜 你 你不是那个医生吗 是你吗 你咋来这了 天采霞在哪 我找他有急事 走 你跟我来 好 走 掌柜的 掌柜的 掌柜的好 叶大夫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到这儿有啥急事 你们先走吧 好好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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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辉 你先走吧 叶大夫 快请坐 掌柜的 我希望你不要去西安了 为啥 你不能和董秋实结婚 叶大夫 我知道 你以前对董秋实很 是 你说的没错 完全正确 以前我是喜欢过董秋实 可自从他遇见你以后 对我就很冷淡 可 可这不能怪我呀 当然不能怪你 他喜欢你 叶大夫 我 容我说句不客气的话 你是不是觉得他不可能喜欢上我 以前我是这样想的 他总不至于喜欢上一个女土匪吧 那你是太不了解董秋实了 他偏偏就喜欢我这个女土匪 你别生气啊 你的骨子里不是那种打家劫舍的女土匪 这个我很清楚 要不然董秋实就不会喜欢上你了 那你干嘛还让我不要和他结婚啊 掌柜的 蒙骗是要受到惩罚的 蒙骗 难道你没有蒙骗过董秋实吗 你这话啥意思啊 你能不能说得清楚一点 你心里边比谁都更清楚 我还是不说得好 一句话 你们俩不能结婚 你凭啥不让我结婚啊 我花轿就停在门口 我非要跟他结婚不可 我是害怕花轿变成棺材 你 你给我走 给我走 给我出去 出去啊 爸爸 爸爸 田阿姨啥时候来啊 坏了 我都等不及了 爸 这大喜的日子 你咋还不高兴呢 淼淼啊 你舅家传来话 说你舅妈想你了 让你赶快过去看看 等过完这几天我再去呗 淼淼 你妈不在了 娘家的亲戚就更重要 你赶快过去看看吧 爸爸我还想问你呢 咱家咋住了个博道士啊 他来干啥 难道你结婚还要做法事 胡说 人家只不过是来要口饭吃 那也不能住咱家呀 你 你烦不烦哪 叫你去你就去嘛 快去呀 去呀 张贵的 你不要激动好不好 我是真心为你好才上山的 我是不希望看到董秋实杀人才上山的 董秋实杀人 他杀谁呀 那我就直说了 你有没有叫过刘雪梅 有没有过 黑龙潭是不是有个脖子道士叫陈胡子 陈胡子 陈胡子怎么了 他现在就在董秋实家里 掌柜的说实话 当我知道董秋实喜欢上你以后 我恨过你 上次你中毒了 我不想救你的 可是恨 并不能改变董秋实对你的爱 以后 我就死了这份心了 因为董秋实 再也不可能转身看我 本来这次我不打算上山告诉你这事的 只是我觉得你是个好女人 而且是一个勇敢的女人 当然了 董秋实更是一个好男人 我不希望看到你们之间发生惨剧 要是董秋实知道我上山告诉你真相 肯定会恨我的 掌柜的 好自为之吧 情感是要讲缘分的 我走了 马车还在山下等我呢 狗娃狗娃 送叶大夫下山 快去 好 掌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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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啥呀掌柜的 光辉跟我走 去哪儿啊 黑龙怪 好 姐你看 陈胡子是冒着摔死的风险 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我当年怎么就没一枪毙了这混蛋 董秋实拿着枪正等着你呢 要不是叶曼 他不光是为了我 他为了董秋实 他不想让董秋实杀人 管他为了谁呢 姐 咱回去喝酒去 喝他个人样麻烦 喝酒 对呀 坏事变好事啊 你还是黑龙坛的大掌柜的 还是我姐 我就不信董秋实他赶到黑龙坛来 他要是赶上来我就灭了他 姐 姐 你命大福大造化大 老天爷就是不想让你离开黑龙坛 兄弟我也不想让你离开 姐 咋了吗 光辉啊 你说现在董秋实在想杀 想杀你 那他要是杀不了呢 恨一个人如果杀不了他 那只能是气死憋死 很闷死 老话说得好 没有累死的只有气死的 光辉 那我想 姐 你是不是想杀了董秋实 我去 你咋光想着把他杀了呢 他要杀你 我就杀他 光辉 说去丢人的话 姐还是喜欢董秋实的 这个我知道 否则你也不会答应他 光辉 姐为啥要把自己喜欢的人 气死憋死闷死呢 那你也不能去送死啊姐 当年马家庄的人 杀死了娃儿的爹 你知道姐咋想的吗 姐想报仇 才上了黑龙潭 姐要是没有报仇 那不也气死憋死闷死了吗 将心比心 那不是一个理吗 再说了 姐欠他的 我要下山 我要去找他 姐 你胡说啥呢 你不能把自己的头 往董秋实的刀下放啊 姐都跟你说过了 董大年的事 我早晚是要告诉他的 我就是跟他结了婚 我不挑明这事 我整天提心吊胆的 我也过不好啊 姐 可你现在压根就不可能 再跟他结婚了 可我也不愿意看见他 气死憋死闷死啊 姐 啥也别想了 咱们回去喝酒 跟兄弟们喝个痛快 好吧 我要是死在他的枪口下 对 我要死在他的枪口下 我死在我喜欢的男人手中 我高兴 姐 你疯了吧 我主意已定 你不要再说了 光辉 一句话 你照顾好黑龙潭的弟兄们 我走了 姐 你要再敢拦住我 你就把我打死算了 姐 姐兄弟求你了 姐 王长贵答 姐死了以后 你把姐抬回来给烧了 记住 叫弟兄们唱斩膳头 姐听得见 姐 你别想要是 姐姐 是一个人吧 你不认识吗 我怎么还没得到 你呢 你不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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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敢到我这儿来吗 东老板 那是不可能的 一般情况下 黑龙潭的人从来不去黑龙关 他们也就是每隔两个月 去给我送点粮食 有 西风了 西风 这自古长安西风雨啊 会不会下雨啊 算算时辰 这田彩侠也该到了 你说 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 不要说话 要不 你就回方歇着去 对不起 对不起 拼刀 剁嘴 你 我 我找董秋实 哦 请跟我来吧 请 请 天才侠 你总算来了 董老板 我这有 装满了子弹 我真是瞎了眼 你没有瞎眼 这件事 我迟早会告诉你的 我父亲 真的是被你害死的 好汉做事 好汉当 好汉 土匪 刘水梅 董老板 我知道我欠你的 我今天来 就是让你聊你的心愿的 好 好 爸 妈 孩儿这就要给你们报仇了 说吧 你想咋死 有你 咋样解恨 咋样来吧 你为啥要杀害我父亲 啊 为啥呀 董老板 其实我愿意死在你的手中 作为男人 作为男人 你要替你父亲报仇 要是报不了仇 你就会气死 疲死 累死 我不愿意看见你杀不了我 心里难受 所以我 解 站住 光辉 你来干啥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 不是 董老板 当年是我下的毒 不是我解下他 当年我小 我天不怕地不怕 我解他下不了手 不 和他没关系 那时候他还是个娃 可毒是我让我解下的 董老板 你要报仇就打死我 让我解走 光辉 命是我自己的 要我自己来了结 和你没关系 你快走 你们俩到底是谁杀害了 我父亲 董老板 是我做的 在我临死之前 请让我说句心里的话好吗 好 我让你说 你不是问过我吗 我是咋样当上土匪的 我今天 就从头跟你说 安全 信不信有你 后来我赶过来 想阻止老人家吃那碗面 可一切都完了 算你有种 承认是你杀了我父亲 可是在你死之前 我还是想弄明白一件事情 既然你知道 我们俩之间横着杀父之仇 可是 可是你为啥还选择嫁给我 难道你就不怕 不怕我万一知道了真相 我当然怕 我一直都在拒绝你 但最终我抵挡不住你的真情 因为你是我这辈子 遇到的最好的男人 我后来下决心答应了你 我是想 我是想用我的后半生来赎我的罪 我想全心全意地伺候你 让你高高兴兴地度过每一天 我从此不想在武枪弄棒 我发誓 我要做个险棄良物 但是如果有一天 谁要是想害你的话 我就是抹了脖子掉了头 我也要用我的一腔血 来护着你 在我临死的时候 我要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你 这样 你就不会为我伤心 万一你知道了真相 我也愿意死在你的枪口下 可是现在连赎罪的机会我都没有了 就是 你就让我死在你的枪口下 也算是承接了我 好吗 我的话说完了 来吧 你看枪吧 你要是不愿意让我看着你的话 那我就闭上眼睛 亲自信命 你真的是来送死的吗 你想让我成全你 我本来也可以选择逃避 我也可以选择打死你 可是这件事 我想了很久 我终于还是来了 因为我欠你欠的太多了 我不想再见你了 不要 我不要 你看枪啊 你看呀 董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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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父之仇啊 你 你可不能复人之言哪 天才侠 你已经杀死了你自己 从今以后 我们两个劳死不相望来 你走吧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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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护归山 护换无穷 开枪啊 你也给我出去 走 走 你不要杀我了 滚 都给我滚 去死吧 去死吧 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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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该杀了 是来 杀了你这狗虾似的 老板 你别 exped 我 或者是同学 我姐对你说 你 老板 你别建议完 我姐对你 我姐对你 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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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兄弟 姐对不起你 姐知道你心里在想啥 可姐偏偏遇到了董秋实 姐赶进董家 姐没想活着回来 死的应该是姐 爸 妈 孩儿不孝 孩儿对不起你们了 爸 孩儿曾记得您说过的一句话 对待邪恶 当不惜以邪恶而对之 对待真善 则应更以真善而待之 昔日田菜侠所为 始为迫不得已 而今日田菜侠 她 由于对孩儿的爱 当不惜以自己的性命 来成全孩儿 对她如此之诚 如此之善 孩儿尾时下不了手啊 还儿儿在此 祈求父母在天之灵 原谅孩儿吧 祈求父母在天之灵 原谅孩儿吧 妈 您走好 儿子一定把公家的事情办好 您放心 我不但要任我亲妈 还要带着我亲妈 一起为国家尽力 妈 给我爸带好 我不会忘了你们的养育之恩的 等我完成任务 我带着我亲妈 一起来看你们 啥 田彩侠来了 他真的来了 可能是因为你上黑龙潭 告诉了他全部的事情 我是不愿意看到你杀人 也不愿意看到田彩侠被杀 她是来赴死的 果然是女中豪杰啊 我自贪不如 老田爷为啥给我开了这么大一个玩笑 就是 听你这么一说 我倒想明白了 不是开玩笑 田彩侠是真的爱你 她是不愿意看见你受折磨 看见你难受 她是想让你心静 让你高兴 让你去报仇 而这一切的代价 就是去赴死 而且死而无憾 了不起 真了不起 就是 你真是碰见了一个好女人啊 你咋还替她说话呢 我看见你了 你不见得了 你不见得了 你不见得了吗 我看见你了 你不见得了 能给我倒杯酒吗 看什么看 不认识了 你一会儿要酒 一会儿又赞美天才侠 我还真有点不认识你 能再给我倒一杯酒吗 作为一名女大夫 我是不赞成喝酒的 可是这酒真香 好喝 要不然也不会流传至今 而且渊源流传 传下去 就是啊 你说这男人高兴了喝酒 苦闷了喝酒 可是女人呢 女人可以诉说吗 那男人也可以诉说呀 就是因为男人从小 就要培养成为一名男子汉 还是因为诉说 婆婆妈妈的丢脸 所以只好喝闷酒了 就是 你如果有啥苦闷的话 就尽管说吧 我说 我说啥呀 你可以说田彩霞呀 说田彩霞 是啊 我说吗 我说我一定会说 我说我 没有啥苦闷子 有啥苦闷子